我自己最常是做到48小时 其实我推荐的各种饮食法 包括生铜 包括断食 我自己大概都先体验过 我希望把这个经验跟学术 能够结合在一起 第一个我会先吃肉 我尤其就会夹两块这个 第二个盘子 这个盘子我就会装菜 那大原则是一样 我就这个菜装到满 装大概两盘的菜 我心中有餐盘 我知道我吃多少 所以这一餐的211 大概就已经完整了 从卫生署回来 其实我做了很多的思考 我应该做一个往后 我可以做很久 我觉得其实当一个医生 你不见得真的要用 多么精湛的艺术去 把一个人救活 可是我觉得如果 我分享一个人生的经验 却很多人因此而得到好处 我觉得那是我个人 最大的一个欣慰 欢迎收看今天的看板人物 我们刚刚录完今天这个棚 来宾是简重名医 宋燕仁医生 您从测表已经看得出来 那么他自己成功甩掉了20公斤 在一个并不算很长的时间里面 不过录完整集 其实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 倒不只是甩掉20公斤 这个结果 而是我们传统上 一直把减重跟计算热量 跟卡路里 化成等号这件事 在我心里面 现在是完全被翻转颠覆了 那么如果不用这个方式 去减重 那想要有一个 比较理想的体重 他所提供的另外一个方式 那用这个方式在生命里面 获得同样的一个减重的效果 那究竟是什么 我们一起邀请您来听听看 一起欢迎我们现在看来的人物 宋燕仁 宋医师 宋医师 非常欢迎您来 谢谢 谢谢邀请 好 我们刚刚看到大大的这个减重人生 然后我想对于减重高度关键的观众朋友 对于宋医师非常的不陌生 这个测标20公斤是让人看了 非常非常想听你整个减重人生的故事 不过一开始我们准备了 这个演化曲线 所以是从这边到这边20公斤 还是这边应该还有一个 其实这中间还有一个peak 这个是往高峰迈进的时候 这是决心要减重之后的六个月左右 应该是说六个月之后维持一段时间 这是写书那时候拍的 这个到这里又大概四年多了 这是2016 现在2021 所以这个五年 这里到这里是 这是2002年 这是2016年 这里到最高峰走了七年 最高峰是2009年 是92公斤 好 那这个时候是几公斤 那个时候就在88、89、90之间跳一跳去 所以其实平常讲因为 你知道在那种状态之下 人其实不是会太面对自己的 对 所以对自己的重量常常都是保持一个管差的 好 到这边的时候还出现一个高峰 最重的时候90几公斤 你有记得 92 那时候非常清楚 那时候是因为有一次跟马总统到中南美出访 所以您是副书长的时候 副书长的时候 那马总统出访的时候 他对他的随行的官员都有个习惯 每一次一个会议晚 他一定会让所有人跟他照相 每次照相完 他就在旁边跟他讲一句好像心腹的话 以前我在他旁边他就说 关系大汉 因为我是关系人 要么就说虎背熊腰 听起来还可以 对不对 那时候在中南美看完就看了一眼 他说 好 这一句就是警告了 好 所以那句对你来讲起了作用 其实没起作用 那时候应该说起了几天的作用 从中南美回来之后就找了个健身房去运动 可是很快地以那种状态 在那种高压力的情况之下 又想要求塑效 很快就受伤了 所以其实我第一次减重 用运动的方式的经验是非常不好的 基本上我的半月软骨被弄破了 我每次走路下楼梯都是要这样侧面走 就是我正面已经没有办法下楼梯 那个非常痛 都必须要侧面下 然后这个左边的膝盖跟右边的膝盖 比大概是20%的差距 都是重的 好 所以我们今天的故事里面 会听到宋医师跟我们拆解一个观念 因为我们听到很多人说 减重第一少吃 第二就是多运动 其实少吃多动 可这两个事情对于宋医师的减重人生来说 都不是他的闺孽就对了 这好像是一个热量 在你身上的一个动态平衡的问题 你吃下去的热量多余 你消耗的热量 你身体就把它存起来 那你反过来走 你少吃一点 你多消耗它 好像就会瘦下来 所以我那个时候去努力地运动 骑脚踏车 去健身房 企图想要把身上那些肉给它烧掉 但是显然不成功 不但不成功 在那种状态之下 你如果去运动 其实得到的是伤害 伤害之后你就挂在那边 好几天不能运动 那一不能运动 吃的也很多 那就变得更胖了 我小时候其实可以吃12碗饭 后来我就尝试说 那我就只吃饭可不可以 结果趁那一个多月只吃饭 那肥得跟什么一样 我就饭不行 饭这个事情不成功 那到这边到这里 其实是有个顿悟 听到一个餐盘 叫做哈佛大学健康餐盘 我就说那就拿来试试吧 一是莫名情报 冰冰冰冰 半年就掉了17公斤 在还没有发胖前 我就很注意身材的人 所以我以前在当兵的时候 他们其实都给我一个封号叫 瘦哥哥 现在的宋艳人外形 当然是个玉树临风的瘦哥哥 但30年前可不是这样 很清楚的是2014年的2月12号 那天我一个朋友 拿了一个体脂剂给我测 上面有一个身体年龄的检测 居然说我68岁 那时候把我下来 我说 哇塞 打击很大 那时候是89公斤 不是最高峰的时候 最高峰是92公斤 开始减肥的日子 记得清清楚楚 原因是减肥的路上 不断跌跌撞撞 却总是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这次终于成功了 而且七年来都没有浮胖 我当时听到的 其实是哈活大学健康餐盘 那当时又在另外一个场合 听到一句话 他说要减重先健康 我只是为了健康 结果就这样 就在半年的时间 我就瘦了17公斤 就从89减到72 我这次的成功 就让我觉得说 为什么我这次会成功 午餐时刻 宋玉仁医师来到热闹的南洋间秘食 他的成功秘诀是 二一餐盘饮食法 究竟日常该怎么执行 我第一个饭先不要装 可以吗 饭可以另外装吗 到快餐店买便当 宋玉仁先是要求白饭减量 接着挑选大量的蔬菜 而猪肉 鸡肉 鱼肉 和豆腐都属于蛋白质 二一餐盘原则就是蔬菜两份 蛋白质和淀粉各一份 他是我的病人 我也都在这里 吃二一一这样 对对对 这太巧了 最近OK吗 OK OK 其中有没有掉 去买了和声的椅子 直接就在快餐店 巧遇糖尿病的患者 一开始就去看 宋玉仁的YouTube影片 按照二一餐盘执行饮食 结果却入一期 餐盘做了半年之后 我居然一公斤都没有掉 后来我就去看了他的门诊 他觉得说 不是每个人对二一一都有效果 一六八加二一一 我执行的时候 我从去年十一月到现在 已经瘦了八公斤 所谓二一一加一六八 正是二一餐盘法 搭配十二个小时空腹 与八小时内进食的断食法 宋玉仁自己本身 每天也只吃一到两餐 但是每次都要吃的很饱足 就是心中一把尺 到哪里去都一样 很多人就说 我二一餐盘那盘子多大 你能吃多少就是多大 这个饭还是太多了 所以假如说我要弄的话 我就是自作把这一半弄出来 放在这边 大概就是你一个 一餐里面的饭量 这个吃下去糖量 大概也就有二十来功课 这二十功课吃下去 全部消化完 全部吸收到血液里面去 你身上的胰岛素 该多么疯狂地工作 只要较起减重 宋玉仁不断强调的 都是食物制造的血糖上升速度 影响胰岛素和深糖素作用的原理 从饭前喝水 进食顺序 看出各种学问 我一直主张所谓的水肉菜翻过 那水我现在没有喝到500cc 基本上是说 断食一段时间之后 如果你先进去 胃里面的食物是蛋白质 它会刺激的反而不是胰岛素 反而是生糖素 那生糖素其实就会燃烧脂肪 两个大饭盒满满的菜与肉 就是送一人一整天的餐量 这七年来完全不靠挨而受身 过去减重所强调的 计算热量少吃多动 他认为并非绝对 也就是热量固然是重要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 那个饮食的顺序 现在我已经忘记 是怎么听到是哪个饮料 但是那句话 我就深深地记在心里 我们从来没有办法知道 我们吃了多少热量 减重成功后 宋玉仁发挥缺者精神 研究他的二一餐盘 有什么神奇之处 从热量研究到血糖 发现糖尿病患者 只要减重就能改善症状 但却没有太多治疗糖尿病的医师 教导病患该如何减重 所有的糖尿病的医生 大家也都知道 病人只要开始打胰岛素 大概体重都会增加 归根结底 胰岛素就是一个让人同化 就是它是一个同化荷尔蒙 所有人拥有美国康奈尔大学 免疫独理学博士学位 也正是三十岁那年到美国念书 身材像吹气球般发胖 回台后又担任台北市卫生局长 阳明大学副校长 卫生署副署长 一连串繁忙公务 他即使时刻想着减重 也经常破功 我记得我小时候是很会吃饭 可是我小时候都不会胖 也许吃饭不会胖 我就开始全部吃饭 哇 那全部吃饭就吓死人了 哇 那跟吹气球一样 我记得有一次 当中午长期间 就有一次去喝酒回来喝醉了 然后我的同仁把我扛回家 第二天我那个同仁跟我讲说 总裁 你真重 我们四个人扛你才扛得懂 那我们欢迎我非常爱的是 减重迷你 和的是我的便秘天使 欢迎来的医生 如今的松运人 用自身减肥成功经验 加上重回家医科临床行列 不只在糖尿病与减重门诊 帮助病人 也上网络节目分享心得 颠覆不少传统观念 那个嘛 早餐嘛 早餐啊 还可以吃肥肉 那因为你只要吃对顺序就好了 先吃肉菜 他以前有个减重的话 就是说一定要不吃淀粉 对 就是以前是不是 淀粉是万二生源这样 对 淀粉是要敬畏的敌人 但不是万二生源 其实真正最 最严重的应该是糖 他从公共卫生到肥胖医学 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如今成为各大减重 或糖尿病专客名医 原来肥胖医学走了很多的冤枉路 那这次可以生根的道路 所以我就一头就买进去 然后一开始是用分享的方式 我这些在讲的过程当中 我们旁边有个同事看到 他说你讲这么多 你要不要写一本书算 于是他的书终身受用211 全平衡受生法 不只利用自身经验 也加入许多医学科学理论 专营健康顾问的公司 Coffee因而找上送业人合作 开直播 录影片 透过胃教观念 希望对慢性病患 尽可能达到最少药物使用 因为其实以前 我们主要是做营养管理 那其实包含 例如说检验 药物 还有医生的门诊 其实这些都是医生的 一个医疗的范畴 我们原本是不能去介入的 对 那我们共同目标 其实都是去减少药物 虽然人一开始走公共卫生领域 透过行政事务服务社会 如今回到临床 分享减重观念 这才发现无限的知识宝库 人不只瘦了一大圈 人生路也绕了一大圈 而他还在这条路上 乐此不疲地走着 应该说步履轻盈地走着每一步 宋律师这个影片里面 当过关就是有这个不好的地方 所有的画面都找得出来 多留下记录 胖的时候我看起来很和蔼可亲 是吗 我觉得现在看起来 灭目猙獰 不 真的是这样子 这样子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要来上课了 没有 其实就是 其实在整个报道里面 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 你不是用精精计算热量的方式 然后试图少摄取热量 跟卡洛里作战来减重 你采取另外一个路径 就是注意不要让脂肪在体内囤积 其实传统的方法当然也是注意 不要让脂肪囤积 但是我们要了解说囤积的原因是什么 以前我们都认为是热量太多造成脂肪囤积 那热量多不见得是囤积的主要原因 你还需要一个催化的荷尔蒙 这个荷尔蒙就叫胰岛素 那胰岛素其实很多人听过 但是不太知道它是干什么 只知道它是降血糖的 那我就要问 血糖降了之后降到哪里去 你是说它会被储存吗 对 所以血糖不是被胰岛素吃掉的 血糖是被胰岛素搬到一个地方去存起来 所以简单地讲 如果你的食物当中会让血糖上升 胰岛素一定会反映这个血糖 然后把它赶快存起来 立刻可以存的地方通常是存在肝脏 餐后的血糖慢慢在升高的时候 肌肉这时候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你只要吃的食物是造成血糖上升的 胰岛素势必要反映 当肝脏跟肌肉的肝糖存到差不多的时候 它就必须要往另外一个储存构造 这个就是吃法 这就是关键在这边 关键在这边 也就是一个肝糖 它需要伴随三个水分子来储存 等于你储存一公克的肝糖 大概需要三公克的水 那过去我们都知道 糖类提供热量是一公克提供四大卡 脂肪可以提供九大卡 可是你身体很聪明 我要存储存的时候 我当然是存脂肪 我们身体会非常聪明地把多余的糖 肝脏大概只能存100公克的糖 肌肉大概只能存300到500左右的公克的糖 看你这个训练的程度如何 其他的糖全部到这儿来了 如果我不要刺激胰岛素生成 来处理摄取血糖的问题的话 就不会有后面这一个储存肝糖 乃至于变成脂肪的发生 所以你的诀窍是逆向处理 对不对 不 应该说主持人你是冰雪聪明 如果我要想办法让我的脂肪储存少 其实我的食物就要做一点挑选 我的食物如果能够让血糖上升的越少 它就不太会刺激胰岛素 也就不太容易储存 是 那它就会走另外的路径来做代谢 这是策略上面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 就是选择不会让血糖快速上升的食物 我的食物是让血糖下降到某个程度 那我们身体就有另外一个荷尔蒙 是要把存起来的这些能量把它搬出来的 这个荷尔蒙就叫生糖素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叫生糖素 生糖素跟胰岛素刚好是这两个 跟糖类代谢跟能量代谢 它交互的 它接抗的 全有医学名词 所以如果这个多可以分解 对不对 然后胰岛素它少 就是它不要升起来去处理血糖的问题 以至于到处去存肝糖乃至于存到脂肪 掌握了这两个元素 胰岛素跟生糖素的话 那可能就是不用去用计算卡路里热量的方式 所以你是这样瘦的 我是这样瘦的 而且我经常在分享就是说 你现在要呼唤你身体的生糖素 来帮你减重 而不是要去减少热量 所以大家要记得吃什么下去 不会让血糖震荡 让胰岛素赶快上升来作战 然后又开始囤积肝糖跟脂肪 不如我说我们下面吃什么下去 最容易引起这个血糖震荡 其实念轩 我觉得我这个题目有点陷阱 怎么说 前面的前提叫做都是一百大卡的时候 哪个容易胖 对 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做那个数学题 请问这个同样 一百公斤的棉花跟一百公斤的砖块 天平是往哪边 那大家就常常会容易答错 就是因为重量一样 所以现在如果热量一样的时候 哪个容易胖 按照我们的通常的想法 我们被教育了太多 用蒜卡路里来减重 就会说那我吃什么都一样 这也是我们的肥胖的教科书里面讲的 它说一卡路里就是一卡路里 所以一卡路里的奶油 跟一卡路里的青菜是一样的 你相信吗 我相信 对 但我现在刚刚已经被你教育了 所以我不敢用直觉来回答 对 不然这个宋医生走出去说 这主持人程度太低了 对 这个题目很好 一百大卡是陷阱 但如果按照刚刚宋医生 自己甩掉二十公斤的方式的话 吃下去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我可能会选炸鸡腿 就觉得炸的是油 对 就胜过卤肉饭 或胜过珍珠奶茶 但这答案 我看你的表情就知道我答错了 不 其实你答得也没错 应该是说这里面 你看这个炸鸡腿的样子 它是裹了面皮在炸的 所以里面其实还是有一些 很容易生糖的 淀粉 淀粉在里面 那其实我们现在 越来越知道的一个组合 就是说淀粉加上油脂 是最容易胖的 所以卤肉饭在这里面 如果你整晚吃下去的话 它是最容易胖的 但是你如果都挑一百大卡 其实一百大卡 真正会让血糖生得很厉害的 是珍珠奶茶 比如说它的糖是 几乎不需要分解的 它里面是高果糖的玉米糖 这样里面有55%的果糖 有45%的蔗糖 这个甜度的糖吃到下面去之后 那个蔗糖一分解之后的糖分 也许不见得比你那个 卤肉饭里面的饭要来得多 但是它因为太容易分解 所以它刺激的速度越快 所以就使我们的 这个血糖的飙升更快 胰岛素马上在体内出来作用 记得了 记得了 就是胰岛素它飙升出来作用的时候 对于它迅速地 囤积肝糖跟脂肪 就会在我们的体内 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个168 因为我自己也是去年 大概9月10月开始168 168其实在国外盛行了很多年 那只是最近几年 开始有学术的期刊 认真地去研究 所以就是每一天有一段时间断食 对 那我简单地讲168的结构 其实讲起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所谓168加起来是24 一个区段是不吃东西的区段 一个区段是吃东西的区段 那我们讲比如说这个 我这样直接拿 一日三餐来讲好了 上面是早中晚餐 那这个左边的这个坐标 是指你的血糖 所以我们早餐吃完 吃完饭之后血糖会上升 然后血糖会下来 血糖会下来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胰岛素跟着上升 重点是降下来到哪里去 其实在这个时段 这个储存的时段 就开始储存到肝糖 脂肪 那肝糖如果你 接下来中午又再吃进去一餐 前面存的肝糖可能还来不及用 中午又把肝糖去塞 它就塞不下去了 这下来剩下的储存 它就只好储存到另外一地方 就开始储存到脂肪 你如果隔壁三个钟头 又再吃晚饭 你这当中其实肝糖还没用多少 又来了一个血糖 这个时候再储存 那就真的只好到脂肪去了 这一餐是一日三餐的 早中晚 这个是一天两餐的 所以你只有午餐跟晚餐 这两个时段血糖升高 所以你从晚餐后 睡一个觉到第二天的中午12点 没有食物进入 也没有血糖的上升 当然胰岛素也就安安静静的 胰岛素你一定要让它下降之后 升糖素才有机会起来 比如说你觉得你昨天去吃了很大很大的餐 今天早上你真的起来没有胃口 千万不要相信人家跟你讲说 早餐一定要吃才健康 真的可以跳过去 甚至你饱到连午餐都不想吃的时候 那你也放心大胆跳过去 那就变成一天一餐 你这一餐如果吃两个钟头 就叫二二二 因为22个小时没吃东西 太狠了 对 那这个时候实际上血糖只上升一次 胰岛素只上升一次 那这次果然会储存 可是到了这个时候 它就非得拿出来用不可了 脂肪 对 也就是说你的肝糖大概可以撑多久 大部分你的肝糖只够存一天 也就是说到了这一天的下午 你的肝糖 存在肝脏的肝糖大概都烧光了 它非得要拿其他的能源来用 所以这时候就拿脂肪了 这个时候就非得拿脂肪 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讲说 你一定要多睡觉 睡觉是美容教 越睡你会越苗条 以前我们都不太相信这个事情 哪有越睡越苗条的 结果现在回头看才发现说 那些喜欢睡觉 睡到中午这样好证一下 到了吃晚餐才好好吃一顿的人 这么人都不会胖 就是因为它中间有很长的时间 它有很长的时间是断食的 通常我吃的顺序是 水 肉 菜 饭 果 因为饮食方法千千种 有很多人就说 你知道我的事就好了 你就相信我 我就是减肥天王 我个人不喜欢这样 我们是学会有点科学的 我们是有点怀疑的精神 我希望告诉你为什么有效 所以我们如果不想离群所居 同时在这个夏天开始减重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维持社交生活里面的吃喝 我们跟宋医师一起到餐厅看看 我们真的跟着宋医师到了餐馆 才会觉得 这是不是说的比吃的好听 因为这个不太像 真的不太像一个减重的餐桌 我至少在这边看到了 好 熏肌还好啦 它这家是不是宫保鸡丁 宫保牛肉 宫保牛肉 对 这个餐桌是它的单点的菜 但是它可以透过这些食材 组合一个211的餐 那其实211的概念 基本上是一个均衡餐盘 并且希望你吃到真的食物 而且是要好的 能够让你快乐的食物 比如说我就拿一个这样的盘子 这盘子可大可小 比如说我今天需要这么大的盘 我就抓这个盘 那原则上呢 我拿个筷子来做一个很简单的区分 这个盘子其实你可以这样子 大概的一根筷子分成四等分 好严格 那原则上如果说你的盘子一直都是小的 那你就每一盘都弄个21 也不会错 或者假如说你今天要用另外一个简单的21 我就吃这盘菜 然后再抓这盘菜 然后再用同一个盘子装一盘肉 这样已经是2的1 最后那盘就装一点淀粉 这样就211了 今天如果有机会 我们拿另外一个大盘 现在不用大盘 我准备另外一个盘子 来做这个示范的时候 好 可以用我的盘子来 我第一个组合 我会把它变成用蔬菜来装满 通常我吃的顺序是 水 肉 菜 饭 果 所以我会需要一个肉为鲜的一个吃法 因为饮食方法千千种 那有很多人就说 你照我的吃就好了 你也别问为什么 那就是叫做师父型的教法 你就相信我 我就是减肥天王 我说的就算了 那我个人不喜欢这样 因为我对任何事情 某种程度我们是学过一点科学的人 总是有点怀疑的精神嘛 你说你的有效 你也告诉我为什么会有效 那我同样的讲我的有效 我希望告诉你为什么有效 我不希望就是 你就听我的 所以假设我们用这个盘子 来当做比例的话 第一个我会先吃肉 我也许就会加两块这个 OK 所以这个肉的量就相当大了 对不对 那我也许加一点豆腐 所以会有一个鸡的蛋白质 等于说非哺乳类 然后有一个植物性的蛋白质 那我也许会抓 这个大概一般人一餐的肉量算很多了 算很多了 那接下来我就必须要再借你的第二个盘子 这个盘子呢我就会装菜 那大原则是一样 我就这个菜装到满 装大概两盘的菜 这两盘的菜 一般人女生大概吃不完 两盘的话我觉得 如果刚刚前面已经吃了肉的话 再吃这个谷米或蒟蒻米的这个量就相对少 相对就会少 我觉得这个菜我就装一盘 那这个时候你就不一定要装到满 所以我今天如果到外头去吃饭 我心中有餐盘 我知道我吃多少 我这两盘 然后呢我再用一个小碗 剩下最后 对 所以这一餐的211 大概就已经完整了 所以如果照这样看的话 那应该是顺序比较重要 就即使我们在减重期间 所以你只要维持 hold住你自己的进食顺序 对 我hold住这个肉先吃 再吃菜再吃饭 好几篇的研究论文 在研究所谓的饮食的顺序 跟血糖高低 以及胰岛素高低的关系 那有一个日本的文章 结果发现呢 吃鱼或者先吃肉 再吃饭的血糖上升速度 大幅减慢 胰岛素上升速度 大幅减慢 可是先吃饭再吃肉 倒过来血糖很高 而且很久都下不来 所以这个就让我觉得 至少我有个科学根据告诉我 这样的吃法我是可以 第一 我刚算热量了 总热量加加起来 一餐我这样子吃的热量 都不会超过外面的便当 外面随便一个便当都是700多卡 这样的量大概加起来 都不会超过650卡 那我在吃的顺序上方不方便 我能够调整 就避免那种好像 当我在进入一个减重的人生样态的时候 我变得不想跟别人解释那么多 不想让我的减重变成大家的好奇 或是八卦的话题 对 即使是那种桌菜 是一道一道菜 每个人就上来一盘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说 我到底这道菜该不该吃 该不该跳过去 该不该跳过去 那我这边有两个建议 一个就是说 大部分的人其实不会在意 你吃或不吃那道菜 你就点个头就不吃 对啊 再不然第二个方法 你就是打包嘛 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这样会被粉丝骂死 对啊 运动前先补充能量 来看看减肥名医 宋燕仁菜单怎么吃 怎么呢 运动前准备一点点碳水化合物 其实可以作为及时的能源 平常当然不可以这样吃 但运动前运动后 教练讲的这种碳循环的概念 你做重量训练的时候 有点碳水 反而可以刺激肌肉的生长 跳出情况下 淀粉量可以摄取多一点 帮助身体循环 这一天是宋燕仁和健商榜 合作拍短片 执行了四个月的重量训练 要来乘过检验 那我们呢 这一次主要的 要针对一些银法族的族群 要做一些规划 对于银法族 甚至很建议 没关系 我们会想要自己去除 六十三岁的宋燕仁 尽管一头黑把 对于银法族三的字 显然真的很介意 银法族这个人真的超棒 我们一直玩到底好不好 宋燕师你是真的觉得不爽 对不对 对 我刚刚一开始 真的觉得不爽 银法族 即使从九十二公斤 瘦下二十公斤 宋燕仁也得面对 肌肉流失的问题 毕竟过去曾经有过健身阴影 肩膀 膝盖都有伤势 你好 我是网红 对 我以前 第一个我从来不是一个会运动的人 我喜欢动 但是我常常受伤 所以对运动其实有一些天生的害怕 更早的时候其实是因为 我去健身房找过教练 那我的半月软骨被弄破过 那再加上就是 因为没有人教自己乱动 所以我的肩膀伤得很厉害 四个月接受重量训练 逐渐看到效果 在减重理论中 摄取的糖类除了储存在肝脏 也会在肌肉内 肌肉量多就能帮助吸收糖分 减少储存在脂肪的机会 肌肉是非常重要的代谢糖的一个位置 那很多人的糖尿病的问题就是 吃的东西只有血糖就飙上去 问题在哪里 问题是它的肌肉没有办法有效地利用糖 所以肌肉的量的增加 同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它其实有效地 第一个增加你肌肉的量去吸收糖 第二个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会减少胰岛素的阻抗 从简中明医到网红医师 镜头前自然展现口才 这一路走来的宋燕仁经历了不少 宋燕仁在杨明医学院毕业以后 没有走向基础医疗体系 而是走向学术研究之路 后来还陆续担任官职 像是台北市卫生局长 以及卫生署副署长 正当人生事业逐渐走向巅峰之际 他却反其道而行 在52岁那年重回住院医师行列 来到荣总接受三年的训练 这个决定让许多朋友都自探不如 这个要非常大的勇气 跟非常大的毅力 我自己问自己我就大概做不到 他也不只就是看看病人 他还是保持着他原来 做学问那种敏锐的观察跟思绪 所以做了很多 他到目前为止 也让我们又刮目相看的另外一件成就 林启宏是目前阳明交通大学校长 也是宋燕仁小两届的学弟 两个人同样毕业之后 都走基础医学研究和行政官职之路 宋燕仁2008年担任卫生署副署长期间 经历三聚清安毒奶粉风暴 黯然卸下官职 刚从卫生署回去的时候 是最胖的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生理状况 跟心理状况都最糟的时候 我刚刚刚当完住院医师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更低潮 就是完全不知道方向在哪里 刚好就是那时候训练完 就没事干 就干脆干脆来面对自己的体重问题 蛮佩服的这样子 那大部分人都是一条路 很难得会跳出自己的舒适圈 他能够跳出自己的舒适圈 去尝试新的生活 我觉得是勇气蛮大的 这也就是说他那时候为什么会这么成功 当年他为什么会转念 就是说他经过了学校的教授 在卫生行政体系做到那么高的职位 对社会有这么多的贡献 突然间转念说他要回去 再从住院医师做起 那光光这个转念就是一个很大的决心 那这种决心 我们大概99.999%的人都绝对做不到 当然他在球鞋阶段就是非常闪耀的明星 印象深刻当然就是他拉胡琴 为了这个学生时期热衷的兴趣 宋映仁为了我们的采访 拿出成风已久的胡琴 高中的时候很风 就爱上了胡琴之后 就整天都在拉胡琴 拉到后来就睡在裹月车里面 上大学因为我们那个学校 小学校没人 就料化当尖锋 过去投注在胡琴的热情 熊熊燃烧许多年 如今宋映仁有了新欢 以八个月的学龄 重一次这样的程度是不是 他的进度 他的进度算非常快 感觉他比较有音乐天分 然后音乐性的很强 一 二 一 宋映仁学大提琴八个月 每周一次和两个女儿 一起上音乐教室 是他珍惜的亲子时光 应该是我以前就非常喜欢 大提琴的音质 对 应该就是说当年的梦想 那刚好女儿来学音乐 学着学着我就说 那爸爸跟你们一起上课好了 那女儿对于那个爸爸一起来学 有没有什么意见 你可以这样 没有 他们生活在我就觉得 我拉到男生前面 青春期的女儿 对爸爸还是有点小小距离感 但是爸爸对女儿的疼爱 可是藏不住 什么女儿 小 大的 大的 是练小提琴的 长笛的那一段 你爸爸说你长笛很厉害 那你觉得她的大提琴厉害吗 不是 我很小听到 有 你看我别人 自己的 梅咒一色大提琴课 是宋映仁专注在音乐世界的时刻 也是他享受的亲子时光 即使周年事业转了个大弯 意外拼出身材的轻盈 和更多陪伴家人的时光 勇敢面对的中年危机 迎来的是宋映仁生命当中 更多的好时机 所以宋医师你成功地 甩掉了20公斤里面 你有执行部分的断食 你最长的断食经验是多久 我自己最长是做到48小时 那当时我只是想要体验一下 说我大概最长可以推荐 病人到什么时间 心里我的身体会有什么感觉 所以你自己会先生体力行 对 所以其实我推荐的各种饮食法 包括生酮 包括断食 我自己大概都先体验过 那接下来我才会去研究 或者说当然我会研究 应该是我研究的过程当中 我希望把这个经验跟学术 能够结合在一起 减重的效果 但是它并不像一般人以为的 因为没有吃要把豆会影响健康 会昏沉 然后会虚弱 事实上断食被不只是减重 应该是说它被某种程度神化到 它有非常多的神奇的功能 那这个神奇功能 我其实不太想要去夸大它 我只想说文献上面有这些东西 那大家就是听听就好 不要太期待这里面 每一件事情都会发生 那我简单地讲就是说 第一个 你开始进入断食了 进入断食的时候 你其实身上发生的最重要一件事情 叫做能量代谢必须要转换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 你从烧糖 肝糖变成要烧脂肪 那脂肪经过身体的代谢之后 它只有几条路径也可以走 第一个叫做β氧化 那多余的脂肪 它就必须要被转换成 我们身体可以用的东西 一个就是它的肝糖必须要 被结合成为糖 所以会有一个糖质形成反应 那多的脂肪酸 其实是进入生酮反应 我们只要有一段时间不吃东西 我们身上有一些脂肪 一定会进入肝脏 分解成为酮 另外胰岛素会下降 还有一个跟细胞分裂 跟老化非常有关的一个代谢机制 叫做MTOR 那玩减重的人 其实都常常听过MTOR MTOR的下降 其实会让你身体 变得年轻 那恢复期是什么意思 恢复期就是你 断食一段时间之后 开始吃回食物 吃回食物就发现 你的原来用铜体的 又开始变成燃烧葡萄糖 所以我们会变成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经常练习 练习断食跟恢复 你就会变成一个双效的引擎 有效地利用铜体跟葡萄糖 其实人就像一个双引擎 像气垫共生的引擎一样 你就会变得血糖跟葡萄糖 血糖跟铜体交互运用 做事来继续聊 看看大家的断食的耐力 可以有多长 好 谢谢 我说我有乳糖不耐症 因为我喝的乳糖 就放屁放地塌 在不然就拉肚子 那病人还会说 我也是 我也是 我说那你解决的方法是怎样 那我就不喝牛奶 那现在如果你的糖尿病 是糖分不耐症 你觉得你的解决方法是什么 他就懂了 在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就请教郭宋医师 就是我们通常的概念 是少吃多冻 但是你的一个研究 或者你从一个研究文献里面看到 其实用少吃多冻这个铁率 去执行减重的 最后在三年之内 不富胖的只剩下5% 这么低的比率 这个其实不是我在做研究 而是我在开始上肥胖医学的时候 那时候的老师就跟我们讲 他说减重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少吃多冻 他那时候还没有特别强调少吃多冻 只是我们当时讲的课程 内容里面都是讲 如何少吃 如何多冻 就用各种技巧让你少吃 可是他们都最后讲了一个 很悲观的结论 还是成功率呢 三年下来只有5% 它是一个单纯的意志力的问题吗 不是意志力的问题 而是一个这个方法本身 是没有办法长期维持的 也就是你让一个人 每天一定要负平衡500卡 等到他到达他的体重之后 他要维持这么少的所谓基础代谢率 比如说你是70公斤的人 你维持体重 你一公斤大概只能设食30大卡 所以你一天只能吃2100卡 这2100卡其实平常讲并不算少 但是你如果吃错东西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还配合 现在全世界由美国所倡导的 这个饮食金字塔的做法 下面一大堆的碳水化合物的时候 糖类居多 你的血糖不断地升高 如果你三餐都是血糖升得很高 那我们刚才讲的 它就非得要到脂肪去不可 当我们聊到这个时候 大家会很好奇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 开头那个人形力排的这个演化石 其实就在这个旁边 但是你50岁 因为你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也是非常罕见的决定 你回到容总 从 住院医师 开始做起 从卫生署回来 其实我做了很多的思考 到底我的人生应该往哪边走 很多人嘲笑我说 我做的那个决定叫做走投无路 我事后想想 真的也有一点走投无路的感觉 第二个呢 我觉得 从政其实是可以服务很多人 但是政治真的不是我的能耐 我觉得我去政府两趟 深深地知道我不适合这一行 所以政治不要考虑了 因为那时候有很多人游说我 去鼓吹我 再去选校长之类的事情 我说不要再去误人子弟了 我再 你太客气了 不要再去做这件事 我应该做一个 往后我可以做很久 甚至于可以真正帮到一些人的事情 所以你决定回到基层 我决定回到基层 当时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我打算重新回到基层做医疗 当然当时还有一个梦想 就是我去听了一个工作方 讲的是国际医疗 其实当时有个憧憬 说我也蛮想去做一下国际医疗的 可是后来没成型的原因 是因为我实在太老了 是因为人家不要我了 那第二件事情 其实是我的父母亲也年纪大了 那当时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 这个尴尬就是说 虽然自己是学医的 可是因为长期不在临床 父母亲有病痛的时候 你都得找临床的同学帮忙 觉得其实很不好意思骚扰人家 我就想那我还是自己去学 把这个临床学回来 至少可以照顾家人 我当年决定离开临床 回到基础科学去做研究 但是研究的那个过程当中 所做的训练 我觉得对我很重要的是说 会对所有的问题 会想要问为什么 或是说我自己觉得 好像有一点点疑惑的时候 我就会去找资料来 企图回答这个问题 那我其实在临床的过程当中 尤其看糖尿病的治疗 我最大的困惑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现在药物这么多 可是病人却没有比较好 当年这个邱文达 邱前部长 他那时候还是万方医院的 只是一个神经外科医师 他就替政府建议了一件事情 要戴安全帽这件事情 是他建议的 他建议的 他说这个安全帽一定要立法 一定要变成强制执行 因为他每天在急诊室 他是神经外科 他看到太多不戴安全帽的年轻人 丧失的生命 不只是丧失生命 还变成了终身残废 我们国人十大死亡 那时候排名第三的是受伤 意外受伤 我已经不太记得了 对 可是那个政策一出来之后 意外受伤就从第三名 连续掉 现在掉到第七名 现在还维持在第七名 但起码你可以看到 那个政策的实际上的影响 那你如果看糖尿病 糖尿病一直占第五名 这十年来没有病过 那我当时第一个观感就是说 如果糖尿病的病人 是你吃了食物之后 他的血糖就升高 这个食物主要都是碳水化合物 那他是不是有一种状况 叫做碳水化合物的不耐受 那这糖尿病的病人 既然叫做糖不耐受 你为什么要让他吃一堆的糖呢 那我就举一个例子 给我的病人听 我说我有乳糖不耐症 因为我喝了乳糖 就放屁放的一塌糊涂 再不然就拉肚子 那病人还会说 我也是 我也是 我说那你解决的方法是怎样 那我就不喝牛奶 我说我跟你一样 我也不喝牛奶 那现在如果你的糖尿病 是糖分不耐症 你觉得你的解决方法是什么 他就懂了 我宁可少吃糖 我再来少吃药 就倒过来撕就好了 你有没有得罪很多人 我想讲了药伤 还有这个用传统疗法 我讲传统疗法是 正统医学里面门诊的 也是帮助糖尿病患者 然后开药 那使得他们在 这个糖类的时候 比较无所顾忌 没有生命危险 我一直觉得还蛮受鼓励的 就是我的患者 如果愿意用这个方法的 相信这个方法 回去就开始把糖类 做了很具体的限制 他们的成绩都非常的好 那他们的用药也减少 然后身体也变得很舒服 那本来一直发胖的 也都可以瘦下来 那甚至于他如果回到 他原来的医生那边去 他原来医生常会不知道说 你这个月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是主动会帮他减药 那这样的情况 其实我觉得还蛮 觉得一个 他非常安慰吧 蛮安慰的 我就觉得说 其实病人并没有少了什么 那他反而知道了一个生活的方式 让他保健的方式 所以宋医师 后来很重要的是 你帮大家减去的 除了我们身体上的负累 跟重量之外 甚至可以说被那些观念 跟陈健所捆绑的一种态度 他也是一种减重 2014到现在已经七年了 我不但体重没有恢复 反而还又更精瘦了 也就是现在有一点就是 因为你吃对了 你根本就不太容易胖 我前几天才讲了一句 很刺激人的话 我说我吃了多 感觉最近胖不太起来 旁边人就说 好刺激人 好刺激人 这绝对是外星文 你觉得是闻所未闻的话 今天聊到最后 其实我们宋医生 刚刚看到 他跟在网路上的 一些经营网路频道的 名人有合作 那宋医生现在自己 当然也有门诊 不管是健保门诊 或者是自费门诊 那还有就是跟 希望能够摆脱 这个药物的绑束跟控制 一些健康的 饮食的公司有合作 所以你需要 当然还有出书 所以大家想看 宋医生所提供的资讯 有很多方面 但在人生的心情上 一起走向减重的人生 你觉得那个 最大激励在哪里 我觉得最大的激励是说 我的方法 其实没有离开 正常饮食太遥远 很多人一开始的时候 都是抱着 姑且一试的心理 一做之后发现 有些人的效果 还非常地明确 原来211这个概念 第一个 简单执行 它根本不需要 记什么热量的问题 第二个 只要把用餐的顺序弄好 好像体重自然而然 都慢慢就回到一个 它应该有的位置好了 你在那样的吃法之后 你会达到一个新的平衡 你能够建立一个 可长可久的生活习惯 跟饮食的方式 这才是减重成功的关键 而不是你要一下子 减到多少公斤 我觉得其实当一个医生 你不见得真的要用 多么精湛的艺术 去把一个人救活 可是我觉得 如果我分享一个人生的经验 却很多人因此而得到好处 我觉得那是我个人最大的一个欣慰 今天非常谢谢宋燕仁医师 我祝福你带给大家的生命经验 然后大家都能够从这样的一个分享当中 重新获得很多益处 谢谢你 非常谢谢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嗨 我是宋医师 今天这一集我觉得挺有趣的 对我个人来讲是一个蛮大的人生的回顾 把从很年轻的时候所经历过的事情 到我最近十年来重新回到临床 甚至于应该是说回到临床之后 在面对病人跟病人对自己的关系的时候 做了一个人生很大的一个挑战 就是把体重控制好 最后在这样的节目里面 把我体重减下来的人生的经验 再度整理一次分享给大家 希望这集对大家有帮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